来自一世界的晚安 下面的视频来自于TikTok上一位叫做艾里克的女子 正如众多母亲一样 艾里克的设媒账号内几乎全都是与孩子相关的内容 不过就在最近 她遭遇到了一件令自己怀疑生活的事情 前不久的一天夜里 艾里克在睡觉前和身边的孩子说了一声晚安 然而她注意到孩子并不是唯一回应了自己的人 艾里克将这个诡异的经历分享了出来 她试图寻求一个答案 下面将呈现当天夜里的录像 如果不是安全摄像头记录下来了当时发生的画面 众位母亲一定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在这段录像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艾里克和孩子 先后讲出的晚安 可是在两人话音落下的瞬间 寂静的卧室内竟然响起了另一个朦胧的声音 那这声音就像是某种恶魔的低语 她重复了母子嘴中的内容 似乎讲了一句晚安 妈咪 这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来自于哪里呢 或是什么东西潜入到了母子二人的家中呢 小镇内的怪物 波斯维尔是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的一个小镇 它的四面环绕着广袤的森林 有着得天图厚的地理位置 该小镇因煤矿开采叶而建立 下面今天要分享的事件便发生在 这座几乎被森林隔绝开来的小镇当中 2016年的秋天 许多波斯维尔居民看到了一个人形四足生物 于夜间在街道上游荡 据当地一些目击者声称 这个生物有着发光的白色眼睛 皮肤的颜色惨白 整个身体受骨鳞巡 它与传说中的北美怪物The Rake非常相似 波斯维尔小镇内的居民原本以为该生物已经消失了 然而一个目击事件的出现 刺碎了小镇内虚假的宁静 一位当地的高中生从镇上步行回家 他一直听到身后的路上出现碎石沙沙的声响 记住这位女学生以为是有人在跟踪自己 于是他拿出手机试图录制下来嫌疑人的罪行 然而接下来的现实却令他完全傻眼了 小镇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昏黄的路灯在漆黑的夜晚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他仍然帮助这位女学生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道路中央的跟踪者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那是一个原本匍匐在地面上的生物 然而在察觉到女学生发现自己之后 这只生物竟然站了起来 甚至可以看到它散发着白光的双眼 遗憾的是视频到此就怅然而止了 这段视频引起了博斯维尔小镇居民的恐慌 从此便开始有传言称 那只可怕的怪物根本从未离开过博斯维尔 它其实是一直躲在城镇周围的森林中 随时等待着新的猎物出现 神秘的跟踪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呢 墙上的影子 下面的视频来自于一个超自然调查团队 视频开始于 团队中的调查者正在和女子侃侃而谈 然而下一秒 女子却突然惊声尖叫着躲到了男子的背后 女子满脸惊恐地指着墙壁 只见一个影子映在了墙上 看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影子属于摄影师 因为它恰好与摄影师的位置冲迭在了一起 然而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却彻底推翻了这一个设想 墙壁上的影子竟然开始了移动 来到楼梯的位置后 它骤然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摄像师全程都没有变换位置 现场的每个人都想知道 自己亲眼目睹的究竟是什么 葱林降落的飞碟 这段视频拍摄于哥伦比亚的农村地区 视频画面呈现了一架正在降落的不明飞行物 刻移动 要留在楼梯的 好球 是怎麼樣 是酷 是酷 吃酷 我還有取笑 是酷 是在宇宙 是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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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目击事件发生在热带雨林地区 周边可以看到河流和茂密的树木 而远处天空中所出现的不明飞行物 则缓慢地降落在了那片茂密的丛林之中 由于距离过于遥远 无法确定该物体的身份 但是它的外观以及降落方式 都与飞机或其他飞行器存在差异 那么这家疑似飞碟的物体属于人类 还是属于一个我们未知的文明 背包的戈布林 下面这段视频当中出现了一只奇怪的生物 它在远离人类的山区内被拍摄下来 镜头记录了该生物在临巡岩石之间穿行的画面 忘川它是一段戈布林现身的可能证据 只见镜头中的生物弯曲之身体 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溪流边的碎石之上 它的体型较小 皮肤光滑没有毛发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背上竟然背着一个包裹 这段像是来自电影的视频片段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部分人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 他们愿意相信 戈布林这种传说生物真的存在 接下来分享的内容与一个神秘的仪式有关 这个仪式被称作为来访 它是日本东北地区某个村庄信奉的与明界接触的宗教 下面这段录像便是对上述仪式极为罕见的记录 录像的画面中呈现了一个幽暗狭窄的房间 几个身穿深色异奥的教徒围坐在房间当中 而他们中央所躺着的便是来访仪式的关键所在 你没有猜错 那里躺着的是一具尸体 据传只有死者突然死亡的情况下 他的脸才会被白色的面纱遮住 而这种横死的尸体便是来访仪式的重要载体 送葬的主祭将会主持持续七天的仪式 在此期间他需要不断观察仪式的进展 而那具尸体则需要始终躺在原地 但是他会论是来自换独的事情 是给大家收拾一下 电源口哨時的重視 回到静谷的命运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仪式期间 主记会不断观察载体的状态 这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仪式是为了什么呢 相传它通常被用来邀请恶灵 教徒们通过尸体将其与冥界沟通的桥梁 其后通过邀请来的诅咒杀死某个人 也就是说如此邪恶的仪式可以看作为一个凶悍的杀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阵阴风将覆盖住尸体的面纱吹散 主记前来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异常 但是他却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谁知他刚踏出门槛的下一个瞬间 更加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白沙上竟然渗出了深色的液体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仪式被判定为错误 那么主计会被来访者带走 而接下来将要呈现的画面 便是该仪式在最后夜里所发生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阵骚乱过后 录像迎来了终结 主计似乎遭到了反噬 看来游荡在周边的灵魂 并不认可这一次的来访仪式 剧阵故障 这段视频呈现了让人一头雾水的景象 一间房屋不同方向的两扇窗户 竟然可以显示出天差地别的天气风景 从其中一个窗口向外望去 外面的天空一片晴朗 绿树清晰可见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 另一个方向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那层窗口之外竟是大雪纷飞 鹅毛般的雪片漫天的飘洒着 它与另一边所呈现出的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段视频收获了许多观众的讨论 关于地球巨阵再次出现故障的说法层出不穷 我们生活的世界真的存在吗 来自俄罗斯的探灵者蒂莫西 在下面这一期的影片中将探索一座废弃的房屋 据传那里有老人往生后 房屋便开始被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占据着 本次蒂莫西到来的目的便是 找出始作俑者并将他们驱逐出去 在房屋内度过了两个小时 都没有任何可疑的活动出现 所以拼得主决定主动出击 他在杂乱的地面上铺上了一块白布 上面放着黑色的蜡烛 将蜡烛点燃 便等于开启了通往灵界的大门 下面将呈现拼得主在当时所面临的局面 按照仪式的流程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后 拼得主静候着房屋内可能出现的超自然活动 几分钟过去 他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 天花板上的吊灯正在微微摇晃 虽然这个现象微乎其微 但它还是意味着拼得主的仪式起到了效果 接下来的流程需要将蜡烛重新包裹起来 随后继续等待就好了 然而这一等又过去了几十分钟 房屋内竟然没有半点异常 面对镜头的拼得主几乎心灰意冷 拼得主原本已经开始失去希望 但是房屋送给他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个惊喜持续了很久 房屋在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似乎整座建筑内的鬼魂全部复苏了过来 可是不断有东西从暗处向拼的乳投掷过来 他察觉到了危险 于是打算离开 现在又出门啦 出门 出门 一个破旧的闹铃 突然惊动了频道主 但无人知晓 他为何会突然想起 房屋的气氛已经骤降到了冰点 频道主为了关闭连接人鬼两阶的大门 重新点燃了刚刚的黑色蜡烛 他决定将灵体送回去 不过他暂时还不明白 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 念诵完咒语后 频道主认为自己已经送走了鬼魂 他将蜡烛重新包裹起来 就此准备离开 可是好景不长 频道主的手电突然莫名其妙的熄灭 在暗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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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在这儿 有谁在这儿 如果是在这儿 你会有谁在这儿 频道主陷入到了完全的黑暗 更加让他恐慌的是 身边同时响起的 还有一连串可怕的脚步声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冲到了他的身旁 好不容易将手电筒重新点亮 频道主又见证了下面这一幕 柜子里是一些普通的玻璃瓦罐 他们完全没有理由 自己弄出刚才那样的声音 是什么力量在操控他们呢 最终脑懦的频道主 也使出了自己的全部招数 频道主将手中的圣水 洒向了房屋的各个角落 心力焦碎的同时 房屋果真重新回归了寂静 这场由频道主挑起的闹剧 最终还是终结于他 不过下次的调查 就不一定如此顺利了